男友意外失踪一个月后 他的豪门未婚妻突然找上门 他看了眼我打工的便利店 轻声耻笑 也不怎么样嘛 看来阿叶失忆的这段时间 眼光下降不少 我一震 转而拿出二维码 未婚妻是吧 来得正好 麻烦把你未婚付欠我的医药费还一下 江小姐应该明白 阶层这种东西 不是靠你这样的普通人所谓的真爱 就能跨过去的 一瓶纯净水被放到我面前的收银台上 抬头 我又看到了秦氏集团大小姐 秦如月的脸 距离他上一次来便利店找我 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了 我知道他这次来的原因 上次他揭穿了 沈叶就是沈家失踪的那位太子爷 沈叶知道后 就天天来我的出租屋下站岗 已经站了快一个礼拜了 作为沈叶的未婚妻 以他的脾气自然是坐不住的 但我并没有兴趣 做他们豪门联姻 play的一环 一共七元 请问扫码还是现金 我扬起职业的笑容 他微微震了一下 而后才举起手里的手机 我动作利落地扫完码 谢谢会顾 作为一个第三者 江小姐的这份气度 还真是让人敬佩 秦如月突然用不高不低 却足以让所有人听到的声音说道 在场的顾客 纷纷用八卦探究的眼神看向我 我淡定地笑了下 我究竟是第三者还是受害者 秦小姐比谁都清楚 如果秦小姐想在这理论这件事 我不介意从头到尾好好讲一讲 且不说沈叶是在失踪 后才回到沈家和秦如月订婚的 如今也是沈叶单方面的纠缠我 第三者这个帽子 怎么也扣不到我的头上 更何况 我抬眸扫了眼后面 正举着手机偷拍的顾客 秦如月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面色微顿 对身边的助理耳语了几句 才对我道 我们出去谈 不好意思 现在是我上班的时间 我看了眼后面的顾客 示意他把东西拿过来 对秦如月道 结完账的客人麻烦让一让 谢谢 秦如月见我油烟不尽 只能拿出了资本家一贯的手段 直接去找了我的店长 与此同时 他的助理也把之前偷拍的几个顾客解决了 最后 店长点头哈腰 亲手把我塞进了他的车 而在此之前 我就注意到了 马路的对面 停着的一辆非常低调的黑色 RLX 是沈叶的车 但上面的人 却似乎并没有下来的意思 真够有意思的 上了车 秦如月半天也没开口 我索性就靠在后座靠背上 闭目扬起了神 有一说一 豪车真不愧是豪车 这个作感 确实对得起他的价格 见我如此泰然 秦如月脸上对我的那点敌意 终究是有些挂不住了 江小姐 和我想的还真是有些不一样 她似感叹地说了一句 目光复杂 大约是又想起了 上次我向她讨要帮沈叶垫付的医药费的事 在秦小姐的眼中 我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睁开眼 扭头看着她道 应该爱慕虚荣 巴着沈叶不放 一门心思坐着嫁入豪门的美貌 秦如月没有说话 但脸上却露出了一个 难道不是 一个表情 我轻笑了声 看着秦如月道 秦小姐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 客户心情不好的一句差评一个投诉 就要弯腰道歉 明知道你来者不善 却还是要因为你的身份 被领导亲手推进你的车里 你凭什么觉得 你比我们更明白 阶层的差距意味着什么 秦如月眸光一致 一双袖眉微微凝起 显然是对我的话并不满意 诚然 这世上的确存在 想要攀附权贵跨越阶级的人 但我们普通人 也并不都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傻子 我重新靠回靠背上 语气平淡道 况且 也不是每个人都渴望你们那样的生活的 是吗 她的目光探究而讽刺 既然如此 沈叶去找你 你为什么不拒绝她 那秦小姐对沈叶来找我不满 又为什么不去找沈叶 而选择来找我 我闭上眼睛 不急不缓地开口 以秦家的家事 秦小姐想要让沈叶低头 有的是别的办法 但利益威胁 可能会影响秦沈两家的合作 用长辈施压 又容易影响你们的感情 最重要的是 为了利益也好 为了感情也罢 你还想维持这场联姻 并不想和沈叶发生正面的冲突 所以 你才在众多的解决方式中 选择解决我 哪怕你比谁都清楚 我在这整件事中有多无辜 不就因为 我是所有选择中 最好拿捏的那颗软柿子吗 秦如月正主 似乎没有想到 我会如此直白地揭开她的想法 我却只是抬手敲了敲玻璃窗 把她的目光 引到马路对面的RLX上 不过很不巧 我想沈叶她也是这么想的 秦小姐应该很清楚 沈叶若真的那么在意我 她大可以对我坦诚相告 好好地处理完联姻的事之后 再回来找我 但很显然 她和你一样 不想放弃联姻的好处 却又想吃着锅里的 看着碗里的 所以才选择来逼我妥协 归根到底 现在你们问题的根源 并不在于我 但你们都选择来逼我 不过是因为 这是所有选项中 代价最小的选择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们这个圈子完的还是这一套 面上说起来都是感情 其实底下全是权衡利弊的抉择 我感慨了一句 直接打开车门 下车回身弯腰看着车内的秦如月 秦如月 我当初救了沈叶 是我心善人品好 而沈叶欺骗我感情又苦苦纠缠 是她恩将仇报 你确定要和这样一个人共度余生 况且嫁进沈家 做个养尊处优的沈太太 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秦如月眉头青醋 目光在扫过我 撑在椅背上的手背上的伤疤时 脸上闪过一丝困惑 你是 但我却没有给她留下回忆的时间 对她笑了笑 就穿过马路 把沈叶从RLX里拉了出来 将舞台重新还给了他们 这时 好友李安安刚好骑着小电驴来接我下班 看到沈叶和秦如月站在车前 她连忙把我拉上小电驴 手转直接拉满 飞速逃离现场 而沈叶看我离开的方向 又看了她面前的秦如月 最终还是选择留下 沈叶那家伙没有追来吧 小电驴开进小区之后 李安安才停下车 回头张望道 她不会 毕竟人家正排未婚妻还在呢 我语气平淡地说道 那样的情况下 只要她还在意沈秦两家的怜姻 她就必须要先给她 名正言顺的未婚妻一个交代 李安安看了眼我的表情 瞬间也明白了过来 立刻愤慨道 靠 亏她有脸天天来楼下表演深情 爹的 原来她是想吃着锅里的 端着碗里的呀 真不要脸 我没接话 因为安安说的没错 沈叶就是不要脸 那你没关系吧 李安安关心地问道 毕竟之前你对她 我淡淡地笑了笑 我没事 早知道她是这种人渣 你当初就应该把她丢在派出所门口 不管她死活 亏得你还为了方便照顾她 特意出来租了个房子 走到我家门口时 安安还是忍不住愤愤地说了这样一句 当初我捡到沈叶 第一反应就是不要惹麻烦 把人送去了派出所 可或许是因为沈家太子爷的身份 实在保密得太好 派出所一时也找不到线索 而沈玉又失去了记忆 不肯让旁人接近 只愿意跟着我 想到自己被将阿姨捡回去的经历 我最终还是心软 把她带回来了 还为此用自己打工传的钱 在这里租了一间房 为了能优惠一些 我当初直接付了两年的房租 到现在房租都还剩三个月 晚上我们去天桥摆摊 出门前 安安提醒我别忘了吃药 沈叶刚失踪的那段日子 我没客就去警局问消息 周末就去她出意外的地方找人 晚上整宿整宿地睡不着 人瘦了二十多斤不说 魏瑶出了毛病 现在想想倒有些可笑 从小就懂得谋算人心的人 却栽在了沈叶失忆时的那一点 单纯 上 下楼时 我们在楼道遇到了沈叶 我大约也能猜到她想说的话 觉得实在没什么意思 就和安安绕过了她 可她却伸手拉住了我的胳膊 吱吱 沈先生 请自重 我回眸 眼神如冰 她看得有些恍惚 似乎是没有想到一贯好脾气的我 还有这样伶俐的一面 可她却没有放开手 反而抓得更紧了些 我已经和秦如月说好了 我送你去香港 只要你不再惊世 她就不会再找你的麻烦 沈叶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是想让我放弃学业 去香港做你见不得光的情妇 我站在原地 目光定定地看着她的眼睛 饶是在懂得控制情绪 此刻心中也依旧生出一股 难以压制的怒火 吱吱 你别这样说话 她道 不爱听就滚 我捏紧掌心 回想起自己与她这一年半的时光 指尖竟被气得有些发抖 不想她还先委屈了起来 芝芝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我知道你对我是有感情的 你别这样和我闹 我咬了咬牙 正想开口 不料一旁的李安安 你是忍无可忍 她把手上摆摊的蛇皮带 往地上一丢 指着沈叶的鼻子就开骂 沈叶 曹你大爷的 就你也有脸来跟芝芝说感情 你失踪的那段时间 芝芝担心你胃都熬坏了 整个人都受脱象了 你太跌了在干嘛 在和秦家大小结订婚 就你这种人渣 也配谈感情 少恶心人了 还想让芝芝放弃学业去香港 你知道芝芝为了上币大付出了多少吗 你明知道她是硕国联读 现在放弃了 这么多年就白读了 你现在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要毁了她这么多年的努力 你个臭傻逼 李安安 沈叶警告道 我把安安挡在身后 直接对上沈叶的目光 沈叶 香港我不会去 你以后也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少在我面前玩你们圈子 金屋藏娇的那一套 我觉得恶心 可沈叶却道 芝芝 你想读书 我可以给你安排最好的学校 去了香港 你可以过上 比这好无数倍的生活 卧槽 沈叶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她不会是想搞强制那一套吧 收了她回来 安安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我沉默地点了点头 沈叶确实就是这个意思 靠 这些爸总是不是有病 听不懂人话吗 一定要用这种方式表达爱吗 安安骂道 安安 不要把权力的轻压 美化成爱情 我与其清淡 她不是听不懂人话 而是她现在的权势 让她可以不听懂 这世上很多事的本质 不过就是权力 为什么很多家暴的人 并不敢在外面宣泄暴力 为什么那么多罪犯 都会选择向弱小的妇孺下手 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 谁对他们而言 是失权的弱者 而现在的我 对沈叶而言 就是一个这样的弱者 她只要稍稍动用手中的权势 就能轻而易举毁了我的一切 把我逼到退无可退的境地 秦如月家是雄厚 所以她即便不喜欢秦如月 却还是会放下姿态和她谈判 用利益交换来达成目的 而我在她眼中 不过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所以即便她口口声声说爱我 却可以轻而易举地逼迫我 那芝芝 你以后该怎么办啊 万一沈叶这个傻逼 真的搞出点事 把你逼得读不了书了 安安打个寒战问道 我们要不要先报个警 我看了眼手机里的录音 摇了摇头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报警也没用 更何况像沈叶那样的人 要做点什么 有的是人能帮她 做得干干净净滴水不漏 那该怎么办啊 安安满脸的担心 别担心 我安抚地拍了拍她的手 我会处理好的 你有办法了 安安眼睛一亮 我点点头 芝芝 不愧是你 安安搂住我 没有丝毫怀疑 说实话 芝芝 我有时候都觉得 你就像是电视剧里 那种流露民间的千金小姐 你从小就和我们不一样 就连打工 都像是在体验生活 安安叙叙叨叨地 说着以前的事 最后凑到我面前 对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像复仇爽闻里那样 谋划不菊 给她一点复仇大女主的震撼吗 看着她清澈的大眼睛 我腕眼笑了一下 示意她寝室快关门了 该回学校了 她看了眼时间 连忙收拾东西离开 我站在窗前 看她骑着小电驴出了小区 又拿起手机 看了眼沈叶给我发来的 李安安和我妹妹江月的合照 拨通了沈叶的电话 沈叶 什么意思 你在用安安和小月威胁我 我问道 她道 芝芝 你知道我是在意你的 我和秦璐月只是商业联姻 我爱的人只有你 我不想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 所以你就为了你所谓的爱情 用你的权势来践踏我的生活和尊严 我气得笑出了声 沈叶 你当初选择回沈家联姻 但我并没有怪过你 更没有因为这样 就后悔当初救了你 和你交往 爱情输给利益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新鲜事 作为一个成年人 自己做出了选择 就该承担后果 既要也要 你不觉得自己太贪心了吗 芝芝 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 沈叶道 可你好好想一想 去香港有什么不好 你想深造 我可以帮你找最好的导师 你不用像现在这样 又要读书又要打工 过得那么辛苦 除了婚姻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你辛辛苦苦读研读博 将来也未必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还是第一次听人 把当金思雀说的这么清新脱俗 我冷笑 所以沈叶 你是真的不打算放过我了是吗 芝芝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我没有听她说完 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世上确实没有那么多大女主爽闻 但现实也不是一对一的棋局 既然有第三方参与进来 那究竟熟强熟弱 就未可知了 我深吸了口气 拨通了一个号码 我就知道你会打来 秦如月的声音在电话那边响起 我就一直在想 姜芝到底是什么人 17岁就能快速赚到30万 给收养自己的阿姨治病 现在却愿意窝在一个小小的便利店 打工赚生活费 没想到是你 陆宇温餐厅的包间中 我坐在真皮桌椅上 端起面前的茶杯 浅瞎了一口 好久没有喝过这么好的红茶了 秦如月坐在我的对面 看了眼桌上放着的庆生卡片 笑道 你要是早点说你今天要过生日 我可以请你喝更好的茶 其实这个餐厅服务很不错的 尤其适合来这里庆生 店家的拍照技术很好 照片拍得很有氛围感 我放下茶杯 环视了一圈店内的布置 笑道 一年前 沈夜带我来的就是这个包厢 当时她为了能带我来这里过一个生日 打零工送外卖 攒了整整两个月的钱 点的也是这个庆生套餐 可现在 你说人心是不是很善变 你把我约到这里 不是想和我说这个吧 秦如月道 我挑了挑眉 从包里拿出一个首饰盒 打开放在桌上 里面放着的是 秦如月自创的珠宝品牌RW 灵月系列的新款流速耳环 我拿起一只耳环 看着一旁的装饰镜 一边戴一边道 很漂亮 也有你的个人风格 只可惜被秦氏总部打压 品牌也缺少一个能让大众记住的事件 秦如月轻笑一声 拿起另一只 亲手帮我戴上 看来来之前你还做了功课 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 这点倒是你的风格 秦如月虽是秦家大房独女 但他父亲早死 秦老爷子又重男轻女 别说是二房的那些兄弟 在秦老爷子眼里 他甚至不如他爸留下的那些私生子 他能在秦家站稳脚跟一时不易 秦家的那些人 又怎么会真的给他表现能力的机会 我没有接他的话 只是拿起手机 不管怎么样 你当年和我说的 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品牌 现在梦想也算是实现了 值得和张颖纪念一下吧 秦如月探究地看了我一眼 但并没有拒绝我的要求 我将特意卷过的长发拨到耳后 露出耳朵上的耳环 然后微微侧面靠向秦如月 秦如月看了眼我拍下的照片 大波浪的卷发 和简单的纯黑高领针织连衣群 让我耳朵上的耳环 成为画面中恰到好处 又不至于太过夺目的一个亮点 也许我该请你来做模特 他感叹了一句 直接道 我也不想和你绕弯子 如果你还是当年的陆语温 我当然选择帮你 可今时不同往日 陆家现在是陆燕慈说了算 以你和陆燕慈的关系 陆家还会不会认你这个二小姐 秦如月摇了摇头 所以你的条件是 我问他 秦如月挑眉 故意做了个疑惑的表情 我笑道 以你的性格 会同意沈夜把我送去香港养起来 不就是等着我回来找你吗 他这辈子一直在受他父亲私生子的气 怎么可能会允许自己的未婚夫 再在外面搞这一套 真没意思 这么快就被你看穿了 他道 既然这样我就直说了 当年我被我爸的私生子和二房欺负 是你主动伸手帮了我一把 是你这个陆家二小姐 愿意和我做朋友 我才有机会在爷爷面前表现自己 从那场霸凌中脱身 但就像你当年说的 你只给我一个学期的机会 能不能利用陆家二小姐朋友的身份 在秦家站门脚跟 说我自己的事 现在也是一样 为了当年的事 我可以赌一把 但你也必须先让我看到 赌这一把的价值 秦如月看着我 嗯 我点头 这很公平 不过我不理解 当年你宁可骗陆燕自家死 都要离开陆家 现在就因为沈夜要送你去香港 你就要暴露自己 秦如月问道 我没有解释 只是把沈夜发给我的照片 拿给他看 他威胁你 他敢威胁陆家人 秦如月笑了 这个沈夜 要是哪天他死在你手上 也真是一点都不冤枉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周沈氏和秦氏新项目的发布会 一定会很精彩 我起身拿起桌上的帆布包 用手指轻轻剥了一下 耳环上的流苏 到时候 秦总别忘了 给我打带货的佣金 秦总 我听到秦如月在身后轻笑着 重复了两个字 回到家 开门时 我发现藏在门锁中的笔心断了 我冷笑了声 进屋看了眼屋内的布置 很快就发现了被动过的地方 当初我离开陆家 每天都怕会被陆家发现 就这点小伎俩 也想监视我 我找了个位置 切出微信小号 先发了一条朋友圈 用了我和秦如月的合照 但截掉了秦如月 佩文 收到BB送的耳环 大矮 心 下面立刻就有人回复 妈呀 什么情况 九竹大大竟然露脸了 我天 大美女呀 这是东门那边的鱼式私房菜吧 这耳环真好看 是男朋友送的吗 我看了眼留言 一边卸妆 一边和安安聊天 芝芝 对不起 我回到老家的时候 小月已经被人接走了 安安焦急又自责 我应该早一点回来的 我 安安 沈夜仗着自己的权势胡作非为 这不是你的错 这段时间 你先好好在老家待着照顾好自己 不管我这边有什么消息 你都别管 芝芝 你不会为了我和小月 真的放弃学业去香港吧 那样的话 姜阿姨她也不会安心的 安安道 你不要想这些 我从镜子里看了眼 身后置物架上的话 回到 相信我就好了 挂了语音 我走到置物架前掰开画框 从里面拿出了隐藏的摄像头 与此同时 我收到了一条陌生号的短信 我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我看着摄像头道 沈夜 要挟监视 人身控制 还要说是为了我着想 你自己不觉得恶心吗 说完 我就把摄像头丢进了垃圾桶里 我当然知道 装摄像头的人是沈夜 可我也知道 就凭这样一条 未知来源的信息 证明不了什么 现在 也不是让这些事 影响下一步计划的时候 我深吸一口气 躺倒在床上 静静地看着天花板 想起多年前夜晚 我的亲生母亲 从陆家别院的屋顶一跃而下 五天后 就在沈氏和秦氏的项目 发布会前一个小时 一条警号沈氏接班人 一金屋藏娇 与美女亲密 庆生警号的消息 空降热搜 接着是更多营销号放出了 沈夜失忆时 带我去高级餐厅过生日的照片 而与此同时 有人 八出 我就是博主九竹 还放出了我之前 在朋友圈晒耳环的截图 评论区很快就有人认出了 我戴的耳环 是秦如月的珠宝品牌 22W 明月系列的新款 不是吧 用未婚妻设计的耳环 讨好小三 有钱人真会玩 沈总是不是眼瞎 未婚妻又是豪门大小姐 又是设计师 有钱有颜又有才 就这样还要找小三 就因为小三这张脸 有一说一 九竹的颜值和学历 也都很能打的 会不会是误会啊 九竹大大这些年 一直在做帮助山区贫困女生的工艺 上个月 她还给几所山区中学 捐赠了卫生金 感觉不像是会做小三的人 人设喽 网红博主翻车还少吗 不过 大小姐这耳环设计的是 真的好好看啊 经过这一系列舆论的发酵 这场因沈氏和秦氏 联姻促成的 由沈夜主持 也是沈夜第一次 公开主导项目的发布会 最后的采访环节 彻底变成了一场八卦记者会 而秦荣岳 给我专用手机打来视频的时候 我正在山上看星星 陆宇温 你疯了吗 蛮这么大 她的声音有些急 但我却还是一贯的语调 吹着夜风 望着跳跃的火焰道 恭喜啊 二 W上热搜 我看零月系列线上都卖断货了 门店的销量应该也不差吧 现在全国都知道你的珠宝品牌了 你知道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她道 你知道这场发布会搞砸了 会给秦氏和沈氏的合作项目 带来多大的影响吗 我知道啊 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道 主导项目的是沈夜 秦氏这边的项目负责人 是你堂哥秦敬辉 你不过就是他们利益交换的联姻工具罢了 但现在不同了 搞砸了发布会的人是沈夜 利益受损的是你堂哥 但这个烂摊子 却只有你这个未婚妻能收拾 毕竟这个结果眼上 如果秦沈两家的联姻出问题的话 秦氏和沈氏的股东也坐不住吧 你想让我利用这件事 和秦家沈家谈条件 秦如月有些惊讶 你知道这个时候 我如果站出来替沈夜澄清 以沈秦两家的公关能力 你会是什么下场 到时候你现在所有的生活 都可能会被毁掉 哎 我叹了口气 语气却轻柔了不少 其实当年我看到你偷偷往贫困生 抽屉里放卫生巾 我也想过 你是会不会故意演给我看的 因为知道我和我妈在底层生活过 想借我摆脱你堂哥他们的欺负 不过现在看来 那并不重要 啊 秦如月愣了一顺 我只是想说 你这些年做的公益没白做 我没有再说下去 只是道 要澄清 我也不一定要做故事里的坏人 我把自己准备好的材料发给他 一个品牌靠绯闻可以红一时 但要让人能长久记住 一定要有好的品牌故事 做品牌是 做事也是 事情到了这一步 再退没有意义 不如就让我们一起讲好故事吧 秦如月看一下我发过去的照片 又拿起手机对照了一下 才发现 我那天去找他穿的衣服和装发 都和一年前沈夜 陪我过生日的那天完全一样 你当时就想好了今天的这步棋 陆宇温 你真是 秦如月语调复杂 但最后他还是到 算了 这两天沈夜在到处找你 你先好好在那待着 等我这边都解决了 我亲自去接你 你妹妹姜月 你也不需要担心 好啊 那就谢谢你了 我到 秦如月出来澄清 表示一切都是媒体的误会 她与我是多年的好友 与此同时 我也用酒竹的账号 发布了第一条露脸视频 这段时间在山上清修 所以没有关注网上的事 没想到竟然传出了 这么离谱的传言 关注我的粉丝都知道 这些年我做了不少公益 但其实这些年 一直在背后支持我的 除了我自己的视频收益外 便是秦如月小姐的 私立公益基金 说着 我就拿出了这些年 秦如月的基金会 给我转账的记录 以及我历年公益支出的 详细账单 当然这件事 原本只是的巧合 在我重遇秦如月之前 也确实不知道 这些年 我帮山区贫困女生们 申请到资助的基金会 背后的金主 竟然是秦如月 我最初会选择 帮渔村中学的女生 申请这个基金会 仅仅是因为这个基金的 审核和资金发放 是最快的 但既然发生了 当然要好好利用 这件事的价值 就像秦小姐所说的 我和她私下 是很好的朋友 至于我和沈先生的照片 我放出了 我和秦如月的合照 其实当时帮我庆生 秦小姐也在场 而且我的耳环 是秦如月小姐送的 以花接木 用一年前的照片 制造话题 用一年后的照片 平息舆论 还用之前做的工艺 帮我的品牌 打立场感情牌 接我回去的车上 秦如月感叹道 还真是你陆语温的手段 现在你可以放心下注了 我道 你们小区的邻居 沈叶打工的同事 包括那家私房菜的老板 我都已经处理干净了 沈叶失忆是关沈家内斗 沈家那边 也不会让这些不干净的事 放到大众面前 这件事算是过去了 秦如月道 不过我还担心另一件事 你这次动静闹得这么大 陆家那边不可能注意不到 你就不怕陆彦慈 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个的话 可以先看看 陆氏官网的最新声明 我笑道 陆家竟然直接认领了 你二小姐的身份 并让你出任陆氏新项目 陆家的新项目 是沈氏一直在争取的 芯片合作项目 他神情一正 猛地看向我 你利用我 你搞砸沈叶的项目发布会 真正的目的是 要帮陆氏拿到这个芯片项目 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笑道 沈叶想借着沈秦两家 联姻合作发布会的东风 拿下芯片的合作项目 而我想要回到陆家 总需要一份同名状的 你也知道 我和陆彦慈 毕竟不是一个妈肚子里出来的 现在陆氏拿到了项目 你自己品牌大火 又趁着澄清 从你堂哥手里 拿到了秦家酒店线的经营权 而我现在回了陆家 你有了我和陆家的支持 也不用担心 你堂哥和沈叶联合了 这件事可以说是三营 我表情轻松 难怪一开始 连沈氏都控制不住舆论的发酵 原来你早就和陆家那边搭上线了 也是 没有陆家的支持 舆论怎么可能会闹到这么大 却一点都没有泄露出别的信息 秦如月常常的叹了口气才笑道 看来我算是选对边了 谢谢你 我正色道 这件事没有你帮忙 会难办很多 秦如月看了看我 算了 当年要不是你 我和我妈现在在秦家过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生活 况且你说的很对 沈太太这三个字 哪有秦总让人听着顺耳 对了 你原来那个小区住着也不方便 你妹妹 我已经让人送到我家的酒店了 但你现在这个情况 应该要先回陆家吧 秦如月问道 是 所以我妹妹还需要再麻烦你几天 过两天 我会让人来接她的 我道 好 那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车穿过陆园 在陆家老宅门口停下 二小姐 夫人和少爷在花房 管家对我说道 好的 我微微点头 我到花房时 陆燕慈正坐在小园桌前看财报 而陆母则在一旁修剪花枝 我深吸一口气上前一步 林姨 哥 回来了 林姨放下剪刀 回头微笑地看着我 魔光又扫了眼一旁的陆燕慈 我让人空越了龙虾 之前的厨师换了 也不知道现在做的合不合你的口味 我去看看 谢谢林姨 我道 林姨朝我使得的眼色 没事 你哥他没生你的气 好 我轻轻点头 等林姨走了 我才低着头 走到陆燕慈的身边 哥 陆燕慈掀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计划书呢 我连忙拿出手机 将这些天在山上赶出来的计划书 发到她邮箱 陆燕慈点开 垂眸看起来 黑长的结余 挡住了她的视线 空气安静到落针可闻 半晌之后 她才开口 新项目我不会出面 你做不好 我就换人 我明白 我立刻表态 气氛便又恢复到了之前安静的状态 我垂下眼眸 看着玻璃桌的边缘 不敢开口 也不敢离开 爸去世的时候 为什么不回来 不知过了多久 陆燕慈轻润的声音突然响起 我抬起头就对上了 他藏在金丝眼睛后的眸子 其实爸出病那天 我回来看过的 我道 他静静地盯着我的眼睛 墨色的眼眸 翻涌过一丝说不清楚的情绪 好一会儿 才浅浅张纯吸了口气 起身道 去餐厅吧 我点点头 跟在他身后 就像是我刚到陆家的时候 当时 我妈被抢劫的新闻 被陆傅看到 我妈被转到陆氏旗下的医院 而我则被陆傅带回了陆家 当时我和所有人一样 以为自己是陆傅的私生女 这让我不敢对陆宅的任何一个人提要求 想知道我妈的情况 也只敢看着陆园大门的方向发呆 最后 我发现了陆彦慈注意我的目光 于是 只要陆彦慈在陆宅 我就跟在他的身后 不远不近 也不出生 只是跟着 直到他主动让司机带我去了医院 我亲生母亲 是他们那个小县城中学 第一个考上B大的学生 年轻时的陆傅在B大的校友会上 对我妈一见钟情 但那并不是什么浪漫的开始 我妈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她能上大学 完全是靠她高中班主任的帮助 才让她没有在初中毕业后 就被父母 假 我妈做科研 研究抗癌药物 根本不想谈恋爱 甚至还有些看不上陆傅年轻时的顽固 可那又如何 只要有钱 我妈的父母就会绑着她退学 把她送到陆傅的床上 我妈也认命过 但就在她怀上第一个孩子时 陆傅和林家联姻了 我妈因为这件事 失去了第一个孩子 后来她趁着陆傅出过谈生意 在林一的帮助下逃出了别院 在一个小镇生下了我 带着我在那里生活到我八岁的年 直到她被入室抢劫的案子上新闻 怎么样 还合口味吗 林一给我加了一片牛肉 嗯 我点头之余 还是忍不住道 林一 对不起 能回来就好 过去了就过去了 她说 林一来 再尝尝这个汤 林一亲手成了一碗浓汤递给我 陆彦慈却错了醋眉 忍不住提醒 妈 温温她不吃香菇 啊 是吗 林一一味深长地笑了下 放下汤对我眨了眨眼道 到底还是你个细心 我没敢接话 只是看向陆彦慈 陆彦慈对此无奈叹气 扭头对一旁的管家道 赵姨 让厨房烤个菠萝派 一会儿送去二小姐房间 对了 我们跟跟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 林一道 谢谢哥 我小声道 嗯 陆彦慈面色不变得N了声 我和林一一变都笑了 吃完饭回了自己的房间 房间里的布置还和以前一样 我打开书桌的抽屉 里面还放着我当年写过的作业 和用过的东西 不过上面仙尘未染 一看就有人一直在打扫 温温 林一一敲门进来 看了眼我房间的布置后 将菠萝派放在书桌边 看着我以前的奖状道 你妈妈要是知道 你现在也上了毕大 一定会很开心的 林一一 当年的事 对不起 我再一次为我当年假死离开陆家 欺骗了她和陆彦慈的事道歉 不怪你 你那会儿还是个孩子 一下子发生了那么多事 接受不了也很正常 她道 不过听说阿燕要让你做公司的新项目 阿姨虽然不管生意上的事 但你要是想和你妈妈一样做科研 阿姨去和阿燕说 你安心回学校读书就行了 没关系的 这个项目本来就要和我们学校的微电子研究所合作的 我导师也会参加 我也就是跟着学点东西 不会影响学业的 我解释道 那就好 你将阿姨女儿的事 阿燕也告诉我了 你想怎么安排 我们都支持你 林一道 这或许也是缘分 这位阿姨和你妈妈一样姓姜 谢谢林一 傻孩子 林一摸了摸我的头 像小时候一样嘱咐我 吃了派 好好刷牙 早点休息 好 我知道 林一 你也早点休息 第二天 安排好小月 我就给安安买好了机票 让她回京 然后回学校和导师消假 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 正好遇到了 你不知道是不是来等我的沈夜 但我并没有给她靠近的机会 直接就上了陆家的车 离开了现场 直到几天后的一场酒会上 我们才再次见面 芝芝 她趁着我出来吹风的时候 将我拉到一边 开口边问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是陆家二小姐 这重要吗 我反问道 还是 你想说 早知道我是陆家的人 你就不做那些恶心人的事了 沈夜表情微僵 但还是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一直以来所做的 只是因为我不想失去你 所以呢 现在沈先生又想做什么 我神情冷淡 芝芝 如果你还愿意相信我一次 我和你保证 等沈氏和秦氏的项目一结束 我就和秦如月退婚 到时候 你的婚姻是一种什么了不起的恩赐吗 沈夜 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我打断她 芝芝 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是吗 我反问道 沈夜 真诚道 芝芝 我是真的爱你 那好啊 你放下沈家的一切去香港 以后我养你 你同意的话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沈夜愣了愣 面上立刻笼上一层不满 我轻斥一声 怎么 不愿意 这样犯来张口依赖身手 养尊处优的金丝雀的生活 原来沈先生也不喜欢啊 芝芝 沈夜声音中带着薄怒 温温 阿夜 你们在聊什么呢 这时 秦如月拿着香槟走过来 我笑道 没什么 沈先生想去香港呢 秦如月弯了弯嘴角 看向沈夜 是吗 不过 我最近可没什么时间陪你去 没事 沈夜对她笑了笑 就借口去见老客户走开了 沈夜走后 秦如月看着我 这局也没什么意思 有兴趣去我那儿坐一坐吗 好啊 秦如月的大屏层里 刚才沈夜说的话 你都听见了 我靠在真皮沙发里问秦如月 秦如月没有否认 只笑道 到时候谁先甩了谁 还不知道呢 这倒是我表示赞同 她却看着我感叹 不过我倒是没有想到 陆燕慈那样的人 你当初假死骗了她 她竟然真就这样放过你了 你不懂 我说 我的确不懂 她道 别说我和我的那些私生子兄弟 就我那对从一个娘肚子里 爬出来的堂兄 为了立意勾心斗角 明争暗斗 都恨不能叫对方去死 陆燕慈倒是能容忍 你回陆家分一杯羹 我笑了笑 问道 对了 最近你堂哥和沈夜 有什么行动吗 主要还是两家合作的项目 不过我堂哥这段时间 一直在见新能源方面的专家 我不知道和沈氏那边 有没有关系 好 我会让人留意的 有问题我会通知你 那就谢谢了 秦如月躺在沙发上伸了的懒腰 怎么最近整顿秦氏的酒店业务 这么累吗 我问道 累啊 她伴合着眼睛 仰起唇角 但我这辈子第一次累得这么开心 全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果然是不一样 这种滋味 可比谈恋爱美妙多了 她睁眼看着我 你喜欢就好 我弯起眉眼 含笑道 这之后 沈夜就没有再来骚扰过我 而我也把大部分的精力 都用在项目和实验室中 直到第二年 陆是股东大会前 我还在实验室里整理数据 就突然接到了 陆燕慈身边林秘书的电话 我接起来 电话那头是陆燕慈的声音 温温 不要怕 有哥在 这时我才发现 有人在网上爆料了我亲生母亲的事 并且曝光了我并不是陆父的亲生女儿 天哪 这也太会三观了吧 陆语温不单单是私生女 还是他妈在外面和别的男人生的野种 这妈也够牛逼的 当小三不说 还把老陆总给绿了 真的炸链 爆料说了 他妈有精神病 这不会遗传吧 陆是怎么能让一个 可能有精神病风险的人 做项目负责人 我看着网上众说纷纭的言论 捏了捏掌心 闭目深呼吸了好几次 才让自己稍稍平静下来 哥 我没事 我会弄清楚这件事的 不用查了 我的话刚说完 秦如月急匆匆的走了进来 把一达资料丢在我的面前 是沈夜 沈夜 陆燕慈在电话那头 低声重复了一句 又和我说道 你朋友来了 那你们先聊 记住 我们永远是家人 哥 谢谢你 你放心 我会处理好一切的 我道 陆燕慈慈轻轻叹了口气 既然你想自己解决 我今天就让林助理回去 你做的任何决定 陆氏都会配合 挂断了电话之后 秦如月拉着我上他的车 我在车上翻看着他拿来的资料 感叹道 没想到沈夜竟然能弄到这些东西 他就是抓住这一点 质疑你参与陆氏项目的正当性 想趁着陆氏的股东大会 把你拉下来 难怪他这段时间 一直在接触陆氏的几个股东 这男人可真够吓头的 口口声声说有多爱你 做的却没一件人事 秦如月问道 不过你真的不是陆家的女儿 之前你不是问我 为什么没有对沈夜感尽杀绝吗 我轻声开口 给你说个故事吧 我从我妈被陆夫看上说起 说到我妈在林依的帮助下逃了出去 又因为抢劫案被陆夫找到 我的亲生母亲 在那场抢劫案中撞伤了大脑 时而糊涂 时而清醒 而我一开始 也以为自己是陆夫的私生女 陆家也没有人揭穿这一切 陆夫是因为愧疚 也是因为想用我控制我的亲生母亲 而林依则是因为同情 她虽然出身名门 却和我母亲一样 无法决定自己的人生 只能听从家里的安排 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 嫁给陆夫 而我哥 我又想起第一次见她的样子 或许只是被我缠上了 没有办法吧 但不管怎么样 当时我是真的觉得自己有家了 我道 这么说 或许听起来有些没有良心 她带着我过得很辛苦 但她确实给了我一个充满爱的童年 但一个未婚先孕 带着孩子又贫穷的单身妈妈 在这个社会上 总是不可避免的 要面对一些困难和恶意 那年我七岁 刚上小学 就已经可以读懂这个世界的差距了 当时班上有个同学的家长 是镇上唯一的连锁超市的经理 她的家长在她读幼儿园的时候 就给她报了英语补习班 当时我觉得她可以用英语 说几个简单的句子 就好了不起 甚至她请我们去她家 参加她的生日会时 是我第一次坐电梯 局促到连按一下电梯的按钮 都要做心理建设 觉得那个同学 能那么随意地按下楼层的动作 都充满光环 但后来我到了陆甲 有了最好的外教 每年都可以去国外待上很久 不过两年的时间 不只是英语 我还可以用法语和人交流 很多词甚至我根本还不认识 就已经会说了 那时候我就明白了 这个世界很多是穷人做不到 并不是因为不够努力 尤其是在我十岁生日的时候 陆夫以我的名字 买了一艘游艇 在上面为我办了生日派对 在那个派对上 我是唯一的主人 可以支配游艇上的一切 那是我第一次 那么确切地体会到权力是什么 也更切身地体会到生在底层 因为物质和环境的匮乏 因为无法承担是错的成本 人生会受到怎样的局限 我更不想回到原来的环境中去了 我停下 好一会之后才又开口 所以我就这样 害死了我的母亲 秦如月愣住 似乎不知该说什么 而我只是继续讲述 那段往事 我母亲被带回陆家之后 一直住在别院 有专门的医护照顾 而我则因为自己的表现 也越来越受到陆夫的认可 从他那里得到了更多的权利 我母亲虽然伤到了脑子 但他是明白我的想法的 所以即便他并不想留在陆家 他也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来 而我 我深吸一口气 他不说 我便假装不知道 我以为日子会一直那样下去 直到那天 我妈突然求我 希望我带他离开陆家 那是他第一次开口求我 但我没有回答他 只是问他 如果离开了陆家 他发病了该怎么办 我是该继续学业 还是该照顾他 他承诺了 半天之后才说了一句是啊 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我以为那件事就那样过去了 但那天晚上 他就发病从别院的顶楼跳了下去 事后 我才知道 那天他年轻时的研究所 正式宣布破产关闭 那一刻 我才想起来 我刚到陆家的时候 心里唯一的愿望 是想保护妈妈 再也不让他被人欺负 可我变了 因为资本和权利 我变得傲慢 变得自以为是 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最理智 也是对所有人最好的 我没有保护好我的妈妈 为了权利 地位 资本我无视了她的痛苦 用她的病 用这样对所有人都好为借口 无视了她的求助 成了压迫她的帮凶 她有一个抽屉 里面除了我从小到大的照片 就都是她剪下来的 关于那个研究所的简报 但那一天 她的理想彻底破灭了 而她最爱的女儿 也背叛了她 温温 秦如月伸手握住我的手背 我发现 效率 利益 权利 真的不是人生的一切 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失去了我妈之后 我还想要什么 我道 所以我设计离开了陆家 却遇到了江阿姨 贫穷真的可以最大程度上 逼出人性的恶 但江阿姨却让我知道 即便是那样的环境里 依然有人会从自己吃饭的钱 扣出一点来帮你 良知与阶级无关 德性与学识无关 作为一个普通人生活的这些年 我找回了一些东西 也开始想清楚 自己究竟想做什么 我回陆家 是因为我不想等到身边的人 被伤害了再后悔 但我确实也没有想过 要和沈夜一直纠缠下去 因为我有自己生活的目标 那现在呢 秦如月道 看样子你愿意放过沈夜 但沈夜显然不想放过你 是啊 我扭头 直直望着她的眼睛 所以你尽快和沈夜那边 做好切割吧 你的意思是 她露出询问的目光 我淡淡道 陆家有一条家训 叫做有备无患 我虽然一开始没有打算 和沈夜逗到你死我活的境地 但对潜在的敌人 我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这两年我一直让人盯着沈氏和沈夜 也在沈氏安插了一些人 手上的东西 加上陆氏的实力 足够让沈夜喝上一壶了 我算准了时间 在沈家被调查之前 让陆氏这边发布了声明 解释 我母亲和陆父虽然有过恋爱关系 但二人在陆父结婚后 就已经分开 后来我和我母亲回到陆家 是因为我母亲在抢劫案中脑部 受到创伤 无法照顾自己 所以陆家才把我们接回去照顾 同时我让人贴出了 当年陆父让律师办的收养协议 表明我本来就只是陆家的养女 做完这一切 我回了一趟陆家别院 坐在我妈生前住的房间中 看着她和我小时候的合照发呆 我知道这本是揭开 当年我母亲所经历的一切的最好的时机 可要是这么做了 林一和陆彦慈怎么办 那么多为了新项目努力的人怎么办 是不是觉得很自责 林一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的身边 她坐下 拉起我的手 又看了看照片上的人 苦笑道 这就是坐在你现在的位置上 不得不经历的事 为了保全企业和大多数人的利益 牺牲自己 牺牲家人 牺牲感情 甚至牺牲真相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 因为我自己也还没有想清楚这样的事 到底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当我有一样东西想给你 林一拿出了一张照片 是我中学时 作为学生代表 上台演讲时的画面 这是那天 你妈求我偷偷带她出别院 去看你演讲时拍的 林一道 我看着上面的自己 又翻过来 看着背后熟悉的自己 怨我的宝贝 成为最好的自己 狼手前行 一声无悔 妈 眼泪止不住地从眼眶中落下 林一伸手 将我搂进怀中 她一直都在为你骄傲 沈夜和相关项目的负责人 被带走协助调查时 我让人放出了当年沈家内斗的资料 这里面涉及满凶杀人 绑架勒索等刑事案件 虽然沈夜在那场事件中是受害人 但这足以打击沈氏的声誉 更何况 沈夜反击报复的手段 也差不多设计办不刑法了 一时间舆论哗然 同时 一直被沈家压着的一些项目爆雷的消息 也不断登上热搜 秦如月那边也配合得很好 和沈夜退了婚不说 还把秦沈两家的项目推了出来 打击了沈氏 又坑了她堂兄 等我把这两年 在沈氏埋的线彻底点燃之后 沈家的资金链很快就断了 我也代表陆氏向秦家表示 陆家可以接受沈氏亏空带来的烂摊子 成为秦氏新的合伙人 但前提是 项目必须由秦如月负责 而秦如月接手了大半个秦氏之后 对付沈氏比我还积极 他理直气壮 反正已经撕破脸了 当然要趁他病要他命 不然还等着他缓过来再咬我一口吗 而且 这不是当年你教我的吗 确实 我伸出大拇指 恭喜你 清出于蓝 与此同时 陆燕慈也从国外回来 彻底整顿了陆氏内部一些和沈氏有来往的人 而沈氏在这样的高压下 只能变卖资产和技术苟延残喘 正好沈氏和陆氏涉及的领域 本来就有所重合 我们便低价收购了不少沈氏的核心资产和技术 沈叶因数罪并罚 被判了15年消息传出来的这一天 秦如月开心的大白天找我喝香槟 毕竟他现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秦总了 听说沈叶一直想见你 但你拒绝了 秦如月问道 不想听听人家的忏悔之言吗 我笑着摇了摇头 在感情上 我从来不回头的 从沈叶选择联姻开始 我和他之间的一切就已经结束了 后面是他一直在纠缠 自取恶果 那你也不打算继续管理陆氏 秦如月问道 我还是想做科研 我道 陆家的一切本来就不属于我 而且比起陆宇温 我更喜欢做姜汁 行吧 以你的脑子 做什么都行 秦如月一边说 一边签了张支票 塞进我的手里 这是 我笑了笑 如果你是想支援我科研经费 那不用了 这次我也赚了不少 加上手里的股份 钱不是问题 是之前你帮我带货的佣金 他带着微醺的笑 指了指耳朵上的耳环 靠到我肩上 再和你说一件事 其实当年我帮贫困生 确实是为了在你面前演戏 想利用你帮我和我妈 摆脱在秦家的困境 但后来 你知道我的秘书是谁吗 就是我当年送卫生巾的那个女孩 这些年 是她陪我走过了 在秦家的风风雨雨 三年前她更是救了我一命 也是因为她 我成年之后 创立了自己的慈善基金 而我这次能那么快接手秦氏 也是因为有我 这些年资助的学生 进入了秦氏的各个部门 所以我为之前为了审夜 故意说的那些 针对你的关于阶层的言论道歉 我走出秦如月的会所时 小月开心的扑上来 抱住我的腰道 姐 我和安安姐来接你了 李安安则站在她自己心白的小车前 芝芝 快点 林阿姨说她已经快到我们家门口了 她还带了今天刚空运到的奥牛 火锅呀火锅 我们来了 上了车 安安立刻踩油门 快乐道 全文完感谢观看